《汉武帝》 要么道行逆施被图,要么直接造反,伸手一副总之古代有能力的大臣,下场都不怎么好。 而在汉武帝时期,就有一位大臣,堪称汉武帝时期最有能力的大臣了,而且帮助汉武帝消灭了三个诸侯国,结果下场凄惨,汉武帝灭了他九族。 这位大臣就是主妇衍,主妇衍是山东民资人,家境十分贫寒,但是主妇衍从小刻苦学习,钻研纵横王霸之术,还学习了春秋,百家之学,为此能力很强。 但是当时汉代那是黄老和儒学的天下,为此主妇衍受到排挤,在山东没办法立足,加上家境贫困,因此主妇衍只能离家出走,流浪天下,到了中年都一事无成,穷不潦倒。 后来到了长安,因为颇具才华,被举荐给了汉武帝。 主妇衍可以说是整个汉武帝时代,文臣中最有才华和能力的大臣,堪比汉高祖的萧和。 主妇衍对于朝政每每都有独到的见解,在关键战略性问题上,能够影响汉武帝做出巨大的决策。 这里举几个例子,汉武帝拿下河套之后,主妇衍建议铸城,才有了此后几千年稳固的华夏河套地区。 针对当时豪门大族,主妇衍建议迁徙豪门戍边、屯坑,有力地解决了国家与豪门的矛盾,减少了隐患,也是汉武帝后期战争裁员的主要来源。 而且针对诸侯作大的问题,主妇衍建议实行推恩令,也就是将诸侯王越分越小,削弱其地位。 这个政策使得汉代常治久安,也是空前的。 所以我们看到,在整个汉武帝时代,其实很多重大的决策,那都是主妇衍深度参与的结果。 为此,汉武帝对其非常的欣赏,因此,曾一年升职四次,创造了汉武帝时期官员上升的奇迹。 从这也可以看,到主妇衍的才华多高,可谓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。 而且针对当时汉朝诸侯王的问题,主妇衍更是主动为汉武帝分忧,专门负责诸侯王事宜。 其身入诸侯国,查究诸侯王的步伐行为,先后将燕国、习国等三国给灭了,而燕王、习王先后自杀。 从理论上来看,主妇衍这么做,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作用,可以说,主妇衍大功一见。 但是主妇衍在剿灭诸侯王的时候,却借机暴私仇,为此还稍受贵赂,得罪了很多人。 尤其是当时的丞相公孙宏,更是在汉武帝面前说主妇衍的坏话。 而且此时诸侯王也十分害怕主妇衍,联合起来要主妇衍死,因为主妇衍死了,齐国才能保住。 最终,汉武帝扑予内外的压力,缓和中央跟诸侯王的关系,同时避免他们不至于造反,于是,就只能牺牲主妇衍了。 旗下照说,主妇衍灭了三个诸侯王,那我只能灭他的九族,于是,主妇衍极其亲属。 老师、彭九、甚至学生全部被杀,堪称汉武帝时期最惨的一个血案。 而因为主妇衍的才华,汉武帝一直到晚年都还非常的觉得惋惜。 可以说,如果主妇衍不死,汉武帝晚年的错误很可能避免,而且汉朝会更加强大。 只可惜这位最有才华的大臣,死得也最凄惨。 探究历史真相,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。 更多精彩请关注,还原历史真相参考文献,史记,汉武帝传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